大家好 我是常国MZ 6月26日 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 承认合谋获取并公开国防信息的重罪指控 认罪之后 因为他在英国监狱里已经服刑5年 行期已满 所以原地释放 回到了出身地澳大利亚 他认罪的地方选在了塞班岛 阿桑奇不肯踏上美国本土 这个岛是美国海外领地 还离澳大利亚很近 算是一个折中方案 阿桑奇之所以提这个条件 当然是因为漂亮国在出尔反尔方面是前科累累 毫无信誉可言 阿桑奇这个人非常传奇 年少时父亲姓邪教 老想着把他献祭 母亲带着他四处跑路 到15岁都没上过什么学 没想到颠沛流离中 他居然自学成才 成了一个天才黑客 成功入侵过美国国防部信息中心的计算机 后来他在一次网络入侵当中翻了车 被警方逮住 从此被招安 给政府和企业开发各种安全软件 有时还见以勇为 比如帮助警方起诉制作和传播儿童色情视频的罪犯 在这个过程中 他产生了一个思想 认为恶政产生的原因就是官僚沆线一切暗中合谋 过国殃民 只要切断他们的私通渠道 让合谋者无法交流 难以协调 其阴谋就会被瓦解 解密就是这场信息战中的重要手段 阳光之下无阴谋 将政府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就是2006年阿桑奇成立维基解密网站的初衷 维基解密是一个全球性的吹哨平台 前几天我们聊过波音吹哨人经常遭到打击报复 甚至因为神秘原因接连死亡的事情 吹哨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 波音的吹哨人对手还只是波音 维基解密服务的吹哨人举报的对象大都是政客官僚 有的甚至直接举报一国政府 把名为国家利益实则天理难容的龌龊事公之于众 这些人全是滔天不但可以不动声色的监听信息把控舆论 还能动用各种手段轻轻松松的让信息的来源物理消失 所以维基吹哨人面临的危险是可想而知的 维基解密网站上挂的最多的还是美国的国家机密 2010年4月份维基解密公布了一个2007年美军在伊拉克 以直升机射杀18名平民的视频 被害人里面还包括了路透社的两名记者 三个月之后 他又公布了9.2万份美军有关阿富汗战争的秘密文件 再一次引发了连锁反应 当年10月他又解密了40万份文件 详尽记录了美军在伊拉克的大屠杀 所以2010年阿桑奇就因为一个安全套破损引发了强奸案 被强奸之国瑞典给通缉了 还被国际刑警组织发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通缉令 只能到处跑路 最后躲进了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 美国司法部对他提出了17项间谍罪名的指控 如果定罪 最高会面临175年的监禁 当然了 如果不是灯塔国自己被挂的最多 维基解密估计也不会变成过街老鼠 说不定还能被当作民主自由的标杆 受什么什么基金会的资助 对个什么什么和平奖 美国政府对阿桑奇的追杀和迫害 可以说是不遗余地 2017年中情局古兴打造的黑客软件 7号保险箱被维基解密公之于众 时任中情局局长 也是中国网民的老熟人彭培奥 点名为基解密 是非国家行为体的敌对情报机关 然后制定了将阿桑奇 从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里 绑架暗杀的计划 没想到才没过多久 厄瓜多尔就换天了 新任总统莫雷诺向美国一边倒 对阿桑奇的态度也是急转直下 稍微插一句 这个莫雷诺全名叫列宁莫雷诺 没错就是那个列宁 他在当选之前是一个老左翼 当选之后却背叛革命 一路相右 唯美是从 这个是给美国省了大功夫 毕竟光天化日之下 要从盟友领土上的他国使馆里杀人 还是有点风险 看后来的卡舒西案就知道了 啥是不用杀了 美国人一通操作 很快厄瓜多尔就以避护阿桑奇 影响到了恶方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还有阿桑奇素质差 不懂感恩 生活成本高等九大理由 撤销了对他的庇护 英国政府默计配合 为了在阿桑奇踏出厄瓜多尔使馆的那一刻逮捕他 是昼夜不封的派人蹲守 花费超过了500万美元 阿桑奇落到了英国人手里之后 美国政府多次设法引渡 英国法院也多次同意引渡 不过 毕竟很多法律手续放在那里 司法经管的效率也是众所周知的 阿桑奇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舆论 资金和法律援助的帮助下 硬是把案子拖到了2022年 澳大利亚工党上台 澳大利亚终于是想起来捞人这件事情了 阿尔巴尼斯多次公开敦促拜登政府 结束阿桑奇的案件 23年7月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讨论阿桑奇问题 8月 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称 引渡案可能通过认罪协议行事告终 美国完全有可能与澳洲政府就此达成外交协议 10月 阿尔巴尼斯访美再次和拜登谈了阿桑奇的事情 今年4月 澳大利亚前外长 现驻英国高级专员斯蒂芬·史密斯 前往监狱探望了阿桑奇 同时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 也是咱们的老熟人陆克文 据说也是一直在军间协调 深度参与了相关的谈判当中 所以这次阿桑奇能出狱回国 主要的推手是澳大利亚政府 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铁杆盟友 为什么要帮阿桑奇呢 肯定不只是因为阿桑奇是澳大利亚国民 一方面 近年来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有不小的摩擦 经济上 美国鼓动澳大利亚和中国对抗 导致双方关系恶化 结果澳大利亚企业受到连累 不能做中国生意 美国的同类厂商迅速补位 赚得盆满钵满 安全上 美国之前答应卖澳大利亚的二手核潜艇 澳大利亚为此单方面撕毁了 和法国的常规潜艇协议 双方关系闹得很僵 结果美国自己的造船能力不行 新潜艇来不及造 到时候哪来的旧潜艇卖 近年4月 美国海军的一封报告显示 交付可能要再拖三年 差不多要到2035年 澳大利亚为了尽快拿到船 还可能要再付30亿美元 来帮美国提升工业基础 阿尔巴尼斯不像前任那么听话 工党一向的主张都是两头赚钱 并以所谓的独立外交来抬高身价 增加和美国要价的筹码 现在美国坑了澳大利亚好几次 他不介意表现得独立一点 强硬一点 跟美国去讨价还价要点好处 另一方面 阿桑奇报美国政府猛料 把他干的那些天怒人怨的事情 公之于众 是一项一举 赢得了视觉舆论的广泛支持 其中也包括了澳大利亚的国内舆论 今年二月 澳大利亚联邦众议院 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动议 要求英国政府将阿桑奇送回澳大利亚 这个压倒性多数 说明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 左翼还是右翼 在让阿桑奇回国这期上 意见是高度的统一 6月3日的一份民调显示 有71%的澳大利亚人认为 应该对美国和英国政府施压 让他们释放阿桑奇 顺便说一句 同一份民调里面有64%的人认为 如果以色列总理 雷塔尼亚胡踏上澳大利亚领土 应该把他抓起来 就在昨天阿桑奇到达澳大利亚之后 受到了澳大利亚民众的热烈欢迎 被誉为英雄 可以说澳大利亚国内舆论的绝对支持 给了澳大利亚政客极大的动力和压力 去为阿桑奇周旋结尾 阿桑奇的脱困固然有国际局势的影响 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一个最朴素的道理 得道者多注 失道者寡注 在班岛上接受阿桑奇认罪申请的美国法官 恭喜他重获自由 并提前祝他53岁生日快乐 大西总统卢拉说 今天这个世界多了一点美好 少了一点不公 阿桑奇的释放和荤香 虽迟但道 是民主的胜利 是新闻自由的胜利 而当年强硬主张追杀阿桑奇的特朗普 面对如此幸运的舆论 也是接了回旋标 在6月25日表示 如果他再次当选 会认真考虑特赦阿桑奇 当然了阿桑奇能坚持到这天 也有运气的成分 如果不是他当初听到风声溜得快 还始终受到万众瞩目 不能随便消失 而且在国际上还有点优势 那么他可能都活不到 释放除罪的那一天 其他的吹哨人可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他们中的许许多多 已经为自己的一举付出了血的代价 比如维基解密的头号吹哨人 举报关塔纳摩丑闻的 前美军情报分析员布拉德利·曼宁 被判监禁35年 举报美军在伊拉克虐待战俘 搭人体金斯塔的前美国陆军上校 伊恩菲舍巴克 因为所谓的精神疾病 被强制送往一家成人寄养中心 一周后死在了病床上 年仅42岁 死因至今不明 为了全人类的公益发出呐喊 躺避当车一般 与世界霸权之间对抗的意识 该由谁保护 除了利用国家之间的制衡 在权力的夹缝当中生存 他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维基解密网站的存在 以及阿桑齐和众多吹哨人的遭遇 本身代表了一种国际制度的缺失 我认为国际社会应该以联合国多边框架为基础 搭建一个中立而权威的国际吹哨平台 既保护这些国际吹哨人 也对那些仗着权力为所欲为的巨恶 增加一层制约 这个想法或许有些理想了 也是涉及到太多的现实博弈 比如如何确保这个国际吹哨机制不被滥用 如何照顾各国对国家安全的关切等等 但是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